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继续讲《佛说阿弥陀经》 我们上一期讲 三十七诸道品里面有七颗的 第一是念处 第二是正琴 三是如意足 四五根 五五力 六七菩提分 七八生道分 一共有七颗 七颗里面再分三十七 为什么分三十七 第一是念处里面有 观身不净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试念处 所有加起来就是三十七诸道品 我已经一一都讲过了 最后我们讲就是七圣道分 第七八圣道分 第七颗八圣道分 如果是英语的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第一 正见 正见是什么 right view 就是八正道里面最基本的方法 这个八圣道分 就是我们修行的指南 我们做什么都有一个指南针的 你在航海的时候 你没有指南针 你的船就不去向了 尤其是在黑夜 方云里面 你怎么去 所以你必须要指南针 好像我们把圣道分析什么意思 就是指南针 Guidelines 就是带动你怎么去修行 正见 正见是什么意思呢 正见就是对每一个事情有正确的 正知正见 就是正确的认识 才可以破除外道的邪见 你要以正见为基础 才能精进不屑的修行 什么是正见 比如说我们知道万法是缘起的 缘起论 世圣地霸证道 有三十七诸道品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你要正见 你必须要懂得佛法 佛法里面有很多正知正见的道理 好像因果报应 所有一切法都是因果报应的 你不相信因果 我什么都可以做 坏的事我也可以做 好的 坏的 我都同做 那么你不是正见正见 或者是你说没有因果的 我喜欢怎么就喜欢怎么 我快乐就行了 这个就不是正经的正见了 这是很危险的见解 所以正见是很重要的 所以楞燕金怎么讲 因地不正 真正的真 果昭欲取 如果在因地里面见解不正 那么你将来还受很多苦 所以你正见很重要 正思维right thought 正思维是正确的意识 正直的观念 破除邪恶的欲念 生起正当的欲念 我们说国教徒是没有欲的 我们有善欲 欲的什么意思 欲不是男女的情欲的欲 欲的意思是你有人生的一个目标 所以说你们佛教徒有没有欲 不是男女的情欲 欲的意思是你要做某一件事情 你有一个欲望做某一个事情 你这个欲望做某一个事情 就是你的人生的目标 你一定有正习正见的人生的目标 正思维主要是里面的内容分开三方面 第一 舍弃了执着自私自立的心 要慈善仁爱无害 这个是修行的意志 修行的目标 修行的坚决的确信 这是正思维 甚至简单的讲法 因为我在《三十七诸道品》里面讲了好几天了 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七重蓝绳 七重罗网 七重黄树 都是表三十七诸道品 而三十七诸道品就是我们修行的指南 你不可以不知道的 四经情 四正情 四如意诸 五根五立 七菩提分 都要懂 在《阿弥陀经》里面就有什么 都有 经文里面都有三十七诸道品 那个是正思维 正语 纯正清净的言语 合乎佛法的言语 你不所谎话 不谩骂 不诽谤 不恶语 不暴语 友善的 纯洁的言词 正语 right speech 就是正业正当的活动 行为 工作 职业 不做一切的罪行 恶行 你不杀伤 不偷盗 不邪淫 不犯外武器 不犯外毒药 正语 正业这两个阶段都非常难的 但是一旦你真的是保持正语跟正业 那么你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 你修行就变得更正极正见 更努力 更惊惊不屑 还有证明 证明 the right livelihood 证明正当的谋生的手段 按照佛教的标准 谋求生存的职业 你的工作 远离一切不正当的职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lifehood 如果是你 你的职业不正确 不正当 你天天作业 你天天作业怎么修行 你天天犯杀业 淫的业 犯毒 那么你天天都是不正当的 你将来果报来不及受 恶报来不及受 还黄论修行 你怎么修 你天天作业 你怎么修行 你的职业要正当 正命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这样精进 正确的修行 令到自己身心都好像越来越怎么样了 你的身心越来越真于完善 到达了一个阶段 这样人全部理解自己的行为 自己行为的目的 无论是一时住行 工作 修行 都很精进 不松懈 按照佛法的修行 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 这个是精进 精进非常重要 精进是好像煮药的时候 你下一点甘草 令药更加勇猛 更加把药性表达出来 精进是每一个修行都要精进 三十七诸道品里面 都要加一点甘草在里面 好像药一样 正念 正确的思维 念念不忘的佛教的真理 到达那个阶段的人 软传你要抛开你的我的念头 直我的念头 你要抛开你的自私净利的直我的念头 要考虑每一件事都看它的实相 不在其所欲不如始不如理的妄想 这个是正念 the right mindfulness 正定 对佛法有坚定不移的定见 专心一致的 静静的修行 到达了这个阶段的人 完全抛开无根据的信仰和妄想 不再混乱其他的邪及邪见 身心极静的修行 这个就是霸生道法 所以我已经讲三十七诸道品 已经讲完了 我们继续下文解译 又圣力佛 极乐世界 七重罗网 七重横树 皆是世宝 周诈回咬 世故彼国 名为极乐 世宝是什么 世宝是金 银 流离 玻璃 表示德 它是表法的 表示德 金 大家知道了 银也知道了 流离是什么 根据我找寻解释 流离比较难懂一点的 它的意思是Lapis Lazuli 好像是我们的清金 大家看见过清金吗 是清金一样 玻璃就是Crystal 这是表示德性 美好的德性 常乐我静 常永恒不变的彻底的就静的觉悟 乐无有痛苦 极有快乐 孤明极乐 我从三界六道里面解脱出来 自由自在 静无烦恼的污染 就静清静 所以为什么用世宝是表常乐我静的 我们世界是无常的 它就是常的 我们世界是不快乐的 有痛苦很多的 它就是乐 我们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 不断的这个我就是投胎 轮转生死 现在已经谐脱了 已经自由了 不在生死轮回里面轮转了 这个我 就没有这个大业的我 把那个我已经抛开了 静无烦恼的污染 就静清静 所以这个是世宝的意思 再讲多一点点 《阿弥陀经》里面 七宝罗网 七宝杭树 七宝兰隼 都是周扎 回咬世宝 他们里面描写的 描述的 就是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很清静 下面这一段是描写 描述是什么样 生处 前面是住处 你住在那个地方 很清静 很庄严 你生出来的地方呢 你生出来的地方 以下就是讲 你生出来的描述 生处 有色列佛 极乐国度 有七宝池 八宫的水 充满其中 池底 存以金沙布地 金四边皆道 金银流离 玻璃合成 上有流个 亦以金银流离 玻璃切渠 池珠 玛瑙 而言四字 池中莲花 大如切轮 青是清光 王是王光 池是清光 白是白光 微妙相解 将来我们如果是在这一生里面 我们往生了 这个身体没有了 我们化生 不是投胎 不是轮生 不是胎生 现在我们是妈妈胎里面出来的 是胎生 但是到了西方九乐世界 不是胎生的 胎生很痛苦的 你妈妈多痛苦 你多痛苦 所以你生出来是笑的吗 你苦得来的 你生出来的时候你很痛苦 你要不要想你不苦吗 你苦了吗 你妈妈也很辛苦 你也很辛苦 大家都苦 但是在西方九乐世界没有痛苦 你是什么出来的 在莲花里面发出来的 你这里没有了 马上莲花一开 你就站在莲花上面 当你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开始你天天念佛了 你这个莲花已经在西方九乐世界 有一朵莲花 你姓陈的 陈大文莲花已经在了 还是水里面一点一点点 你勇猛精进的 这个莲花越来越大 越来越有一点点开 一点越来越精进 越来越庄严 你的莲花 你发愿往生西方极限的这一天 你的名字已经登基了 你还不知道呢 当你不念佛的时候 你的莲花不长的 你完全忘的时候 你的莲花就沉下去了 没有了 所以你愿你的莲花生得好吗 你天天念佛 你的莲花就越来越大 你看人是这样的 你每天都花市场去买花 买什么花买什么花的 庄严你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你永远的花 在西方极限的世界已经存在了 你愿意把它打理好吗 你愿意灌溉吗 你愿意浇水吗 你愿意保持一个清净的莲花吗 是怎么去做 你天天念佛就行了 你天天念佛 你这边的莲花 你比的莲花 此的莲花不同 此的莲花要雕毁的 很快的凋谢了 在家人物千日好 春生花有几时红 春天的花红得多久 最多三个月 没有三个月的花 杜砖也很快 Camellia比较晚一点 Camellia也很快 很多花一个月就没有了 春生花有几时红 这个是唐人讲的 所以我们永远的莲花 现在等你开了 你愿意把它开了吗 还是你沉下去了 不见了 很多人是这样 开始信佛的时候 这个莲花还要不错 第一年信佛 佛在心天 二年信佛 佛在眼前 三年信佛 佛在西天 越来越远了 这个莲花越来越沉下去了 把你的莲花培养出来 那么里面有霸功德水 霸功德水是什么功德水 有吃饱池 每一个池是怎么样 石由筍乃至拜千由筍 一由筍就是十三万到十八万公里那么大 你看到莲花多大 石由筍多大 一由筍已经十八公里 一公里已经非常 一由筍是什么样 就是你到施亚图那么远 还比施亚图还可能差不多 有一个池里面 一个游筍已经有差不多到施亚图的边界那么远 那个莲花多大 我告诉你 有很多众生已经在那个地方修学佛法了 他已经跳出六道轮回 跳出生死了 我们还是在生死里面轮转 每一个有七宝池 每一个池都非常大 有一些大海 还有霸功德水 什么是霸功德水 霸种功德 哪霸种功德 成亲 清凉 甘美 清软 润哲 安和 除饥和 长养 善根 我们再把霸功德水的特性 我们再讲一遍 今天就讲完了 好吧 霸功德水有八种功德 第一种功德是沉浸 沉浸 很沉浸的 我们在节里的水是什么样 你把它扰了 这边的水扰了 它就昏 昏是什么意思 它是黑的 本来那个水你用灯一照它 它光明的 光的 你不断的用手把它扰乱 它就黑了变得不透光了 还有这里的水 如果你扰得它厉害 它就缝 昏 变得浊 浊浊了 不清凉了 不清净了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水无论你怎么去搞它 它都是永远的清净的 清凉呢 我们这里的水 我们这个世界的水怎么样 你放一盆水在室外的时候 太阳晒它 它就开始暖和了 很热了 如果你把它煮 它就变得热了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水不是恒常的清凉的 干美呢 我们这里的水是什么水 这里的水 你进海就咸 变得咸水了 如果我们这里的水 积久就臭 你这个水放在这里一个月就变臭了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水 永恒的干美 清凉呢 我们这里的水怎么样 欲用之质 欲用之质 就是它 用就是堵 你堵住它 这个水堵住它 它不流通 它就又变得了 缝寒就变冻 冬天的时候外面的水变冰了 很冻 很冷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水不是 它恒常的清凉 润折呢 齐土的水混杂就变了 你加一点不好的东西 它就变了 哭汗就哭 汗就没有水了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常常都是润折的 安和 我们齐土的水大雨就泛 暴流就凶 大雨的时候泛滥了 一泛滥了 冲掉很多房子 变得很闯祸 水可以闯祸的 大祸 所以水也可以做善 你可以行恶 水是很柔和的 但是它的力量 如果是爆起来很有破坏性的 老子这么讲 万善之柔 莫过于水 但是水有无穷的力量 如果是你将水的力量发回善的力量 齐力庞大 如果这个水有刚的 但是它的柔更胜刚 如果是你的心情其柔而水 其性也刚 那么这个人里面你就做得非常好了 应该刚强的时候你刚强 应该柔和的时候你柔和 所以水 所以我们脑子怎么讲 万善莫过于水 就是这个意思 你可以说水吗 你可以说水的善的这一部分 不可以说水的刚强的 暴雨的 破坏的这一部分 那个是水大雨之泛 暴流之凶 但是西方教堂的水常常安和的 七 除鸡河 这个土的水 你喝得太多了 你的肚子就脏起来 如果这水在里面 你的身体不流通 你就生病了 但是在西方教堂的水不是 它又可以除鸡 又可以除怎么样 河 你口合的时候 你一合它 那就可以解除你的鸡河 第八 掌养善根 这个节里的水 染死人的 破坏家园的 但是西方教堂的水 你一喝下去 掌养你的善根 掌养你的清凉 掌养你的善根 所以里面要罢工的水 这样 我们已经讲了一点 我希望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我有一个问题 大家回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有兴趣下去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西方教堂的世界 阿弥陀佛 把它做得那么庄严呢 为什么他做得那么庄严呢 有很多人讲 为什么西方教堂的世界 崇尚华美 华丽呢 我们不是做人要怎么样 要很简朴的 要简单 不要浪费 为什么西方教堂的世界 那么华美 那么庄严 那么美丽 为什么 你想一想 为什么西方教堂的世界 那么庄严 那么多七宝池 八宫子水 蓝筍 罗网 一一都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我们这个人世间 我们说庄严的要钱的嘛 你又住一个庄严的房子 算了 也比较庄严的嘛 你要几百万的 千万的嘛 为什么西方教堂的世界 论西方教堂的价值 如果是我们用钱去衡量它 多少钱 一千亿个亿都买不到 他这个庄严是你买不到的庄严 那为什么那么庄严 为什么简单一点 不是很好吗 你看我们修行人 就住在山上的茅棚 多简单 是不是应该这样 你想想 下一次 你想不到了 我们再次再谈 下一次 然后 来吧 我们下一次 Ok 来吧 一停 来 来吧 感谢观看